请问一下如果是你的话遇到这个片中像夏小雨这种男友要结婚 然后新娘不是我的情况你会怎么去处理 确实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夏小雨在整个过程里面去追回真爱的这个过程 其实不一定是为了真爱而是可能不服一口气吧 但是有时候如果是真的现实情况中 我觉得大家会不会采取这种方式 可能我觉得不知道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觉得我会顺其自然吧 不会去追回来吗 因为放弃它是它的损失又不是我的损失 那小雨下你是那种比如说即使爱错了 也会很快从这个情商中很快地重新开始战胜的那种 我觉得感情的事情很难用对错去解释 然后去衡量去判断 那你是不是很快重新开始的那种内心吗 那也要看缘分吧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就是已经找到很好的缘分了是吗 我现在很好 谢谢 请问一下就是你对待前任或是怎样的一种态度 就是如果是比如说前任做错了 如果他请求你原谅的话 你会原谅他吗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我 就是如果是和前任继续做朋友我们可以做到吗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我 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就去做 如果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就不要做 那其实夏小雨是个工作狂 然后就比较强势那种会比如说就是因为他也因此而错失了爱情 想问一下女生爱情也是哪种 就是会为了这个爱情而放弃工作 还是说为了工作而放弃爱情 我现在无法预知我的未来和我的生活 我也没办法去猜测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个都很难回答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 人还是要做让自己喜欢的事情 要做自己喜欢自己的事情 那片子有两种类型吗 一个是这个全家有的这种 八道总裁有点自恋的这种类型 一个是就暖男啊 就是像婚姻花这种类型 这两种类型的男生你会比较喜欢哪种 大道总裁和什么暖男呢 哇 那就结合在一起吧 所以那你平时在生活中会喜欢哪种类型的男生 我只相信相信 真的回答不上来了 你们做一个网站嘛 有个速配指数这种 你会相信就是星座啊这些速配指数的 你相信吗 我还挺相信的 你相信吗 我也挺相信的 你平时会研究星座吗 不会 但你说你相信吗 也研究有时间研究就没时间拍戏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 我喜欢看别人怎么分析我们 但有研究过什么 像星座 星座 星盘这些 那个就都是别人帮我研究的 那你之前有说过 你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孩 就是希望 会不会希望未来 也是尽快再继续一个新的家庭 咱们还是先通过那个 先聊电影后来这一次 然后之后你要请 咱们再沟通 谢谢 谢谢 就然后就聊完了 好 先让结束 那你会喜欢小孩子吗 很喜欢 所以还是未来还蛮想做妈妈的事 应该一定会做妈妈吧 那想问一下就是 就是《美人鱼》这个电影 因为你是演了一个反派吗 就是会不会担心这个反派的形象 会影响自己的形象吗 其实我还是觉得 真的我很兴奋 对我自己这个角色 因为我还一直想演一个反派 一直没有机会 其实这个戏很简单 那时候周先生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这个坏人 是有没有机会再变成好人的 他说没有 我说那太好了 那赶快来吧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的那个反派 其实演到最后 我倒是觉得他蛮可爱的 可爱的 感觉是什么样的 再次合作 我觉得新音乐现在普通话 原来好了很多 只有普通话这一点变化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他还是依然对拍摄电影 这个事情是充满了热情和激情 那就是愿意去演这样一个反派 就是是不是也是因为有情 也就是这个有情的成分在 对 打电话了你还敢不去 他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他就他没讲什么 他就说要不要来演一个 有没有兴趣 演一个这样的反派的角色 然后我说好没问题 然后我答应的很快 因为其实我对他电影里的反派 是很感兴趣的 我反而觉得非常都非常的出彩 然后他说他解释了一下 这个反派是很好看的反派 是美女来的 我说好 然后接着 然后第二天又打了一次电话 还有说你有没有听清楚 我跟你说的是演一个反派 我说好 我知道了 然后第二天又打了一个电话 说你是演一个反派 你真的想好了吗 所以我觉得是他好像心里 还对这个事情比较的 更更担心我会不会接受 其实对我来说 我对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而且之前也看了很多的电影 在很多的好莱坞的女演员中 他们现在全部都尝试演反派的角色 包括灰姑娘的后妈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片子里面 就所有这些 我反而觉得能让人爱 更让人恨 我觉得比 能让人恨比更让人爱更可爱 那其实好莱坞那些反派 他们在形象上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想问你在天里的形象上会有哪些 非常有突破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反正就是一个美女来的 用星爷说的话 反派美女 那想问一下就是 星爷和林子聪他们两个导演 就是他们在现场是怎么合作的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在一起做过很多部戏了 彼此也都像师徒的关系 这种已经很多年了 他们很默契 然后子聪有很多的想法 然后都会讲给星爷听 星爷就会认真的听认真的采纳 基本上是他们两个一起来拍这个 对 那就是想问一下这个 你当时看到这个秦丁明月的这个剧本的时候 这个角色是哪些这本戏呢 秦丁明月 首先很简单 跟全向佑合作 好怕 很喜欢他的戏 然后看很多 再一个 还有霍建华 好像就没有剧本什么事 还是有剧本的 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是我一直很想去演的一种类型的电影 一直很想去尝试 就很简单 就你想什么 他就来了什么 然后就去演了 就是这样 以前看过全向佑欧巴的哪些电视剧之类的 天国的阶梯啊 哭的 你看过没 我还没有看过 那我们是不是带勾了吗 那你们是就是 那你实际是很喜欢看韩剧 因为我感觉你在这个剧中造型也是有点像 就是韩国女生 天下韩国女生这样一种造型 对 因为他们的造型团队是韩国的 那你本人也是蛮喜欢看韩剧的吗 还行 就是有时间的话会追一些韩剧 因为看韩剧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时间 精力体力 然后一直要追 一直要追 一直要追 对于工作上面比较忙的时候就会比较难 那和那个全向佑欧巴合作有什么感受 你们在片场交流多吗 他皮肤很好 皮肤很好 好过分 然后我问他用什么护肤品 他不告诉我 他说我什么都不用 好坏 你们平时交流多么除了这个护肤品质 有 然后我们经常在健身房能看到 他也在健身 我也在健身 然后大家交流一下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活者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内心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温柔的男人 然后但是他很 他很怎么讲 他是需要有一点点 其实他更像我觉得像像霍建华演的那个角色的感觉 因为有一次是这样的 我们在一起吃饭 大家在一起吃饭 然后大家那天晚上说要喝酒 然后在韩国要喝烧酒 最后他全先生说他是不喝酒 从来都不喝酒 我说好 然后我们几个其他演员在喝酒 再过了一会儿 全先生觉得这样不好 然后就突然间就就说加入我们 然后加入我们然后我们就在就在逗他 然后他就最后直到自己把自己喝到 反正据说是那天是抬着回去的 基本上就没有没有能力 就是自己能够走路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性情的人 因为他被我们感染了 被我们感染他就加入了我们 然后就最后把自己喝成那样 非常性情的人 那你们在片中是有一点爱情戏吗 会不会就是有力地去培养感情之类的 我觉得导演花了很多的心思 培养我们的感情 一场吻戏拍了那么多条 吻戏拍了多少条 好 拍了两天吧 一场吻戏拍了两天 第一天拍完之后说那天的光不好 第二天再拍一次 导演是故意的吗 我不知道呀 反正导演的事情谁能够知道他有什么办法 那你们吻了这么久什么感情 最后就吻麻了呀 那会对你们培养感情有帮助吗 吻完之后就变成了兄弟了 那那个男生霍建华呢 其实我们都是聊一些 聊一些吃喝的事情比较多 因为他很爱吃 我也很爱吃 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属于很爱吃 但是又不敢吃的人 然后我就记得 华老师讲说拍完这个戏 我要休息一个月 我说那你去哪 不去哪 去吃 专程一个月去吃 去哪吃呢 不知道啊 他说不管去哪 反正一个目的就是要吃 所以我们会聊很多关于吃的话题 那你当时在韩国鸡州岛拍了多久 你们有去找一些好吃的吗 鸡州岛一般 那个鸡州岛就是那样大的一个地方 所有的餐馆已经被我们去编了 经常去 在那边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我在鸡州岛 其实鸡州岛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然后走在那个街上还是走在海边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很干净 这里的人非常的 非常的家庭 一般那边去都是带着小朋友 大家带着孩子去那边玩的 所以他有很多那种游乐的场所 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然后还有在我们拍摄的那场 就是穿婚纱追他回来那场戏的旁边 有很多很小的咖啡厅 然后是一些艺术家和雕塑家自己开的咖啡厅 上好的咖啡 然后很好的环境 然后我觉得在那边生活还是很惬意的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用心比较深的那种场景 有没有哪个场景你自己演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有心 特别感动 其实我觉得跟霍建华的有一场戏 我还是就是那天给他煲汤 最后给他一次煲汤 其实等于夏小雨要对这个感情 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等于彻底要放走他的这个前男友 那场戏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从人物角色上来体谅这个东西 其实有时候放手是要比追回来 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大的挑战 我觉得那场戏的处理 所以是我觉得最后还是满意的 那是会给人想到自己的一些经历 才比较用心吗 其实拍戏的时候 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想自己 你只能想的是剧里的人物 最近参加了就很多综艺节目 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突然间这综艺节目 就是这么有兴趣的 因为很简单 就是我想开飞机 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节目 就是那个壮志灵人的那个 然后就是也看到你最近在微博 删了你的那个执照 想问一下那个执照 就是考的过程很艰难 你变了多久 大概能不能简单介绍 其实那个执照只是一个入门的学生执照 然后在接下来你还要完成2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然后再有一次单飞 就是一次没有任何人跟你上飞机 你自己要做完起飞降落所有的过程 然后你才能够拿到真正的一个驾驶员的执照 而且只是那个机型的 所以你未来还是想拿那个真正的驾驶 对 有时间的话 我会把接下来飞行的礼数 就是飞完了 然后飞完之后再去真正的考试 其实最可怕的是单飞 会害怕吗 据说我据我的教官说 他们在很多的飞行员都飞了两年的情况下面 上单飞之后下不来了 无论如何都无法降落 但是你还是很想挑战一下 我觉得 其实在去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我没有觉得我可以去 我有这种想法想去学开飞机 但是我并不认为我自己可以开飞机 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觉得还行 你是因为这个节目才想开飞机 还是很早就有这个 很早就关注这个 你一直有这种想法 正好他就来了一个这样的节目 然后我就一不容辞地去了 那就是你当时做的哪些练习呢 考这个执照的时候会很难吗 会很难 他会进行一系列的训练 然后他因为飞行员需要极清楚的思维 思考方式和极好的心理素质 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完成的 尤其在你高空的时候 当你高空上升到几千米的时候 人其实是思维是极为缓慢的 这个时候你需要保持非常的冷静 和你的意识要非常的清晰 最大对身体条件 然后你的心理素质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 真不是 这个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那除了参与节目之外 有打算把这个变成一个自己的爱好吗 会 一定会 那就是你最近也参加那个女生新装袋 又推赛了吗 就是因为也有消息说是因为你和那个设计师不太 理念不太合 然后想问一下你怎么回应这种说法 设计师是非常优秀的两个设计师 然后我推赛的原因是因为我受伤了 因为你知道刚才在台上站一会儿 其实我现在膝盖都已经很痛 然后就因为 其实因为撞着凌云里面 我们玩了一个悬梯 那个悬梯对 它有它那个铁的东西对我的膝盖 就是挤压巨大 然后我膝盖就一直在积水 医生其实不再建议我 最近连高高鞋都不让穿 要不是为了你们 我其实应该今天穿拖鞋上台 所以真的很痛 所以我觉得最近可能 然后要调整一下这个身体 那这种身体状况 会不会影响你继续参加那个 装饰领域的那个生意 装饰领域基本上已经拍摄完毕了 所以我也不再会 在接下来就参加了 飞机已经 就是 就你不是说以后还要继续 对 开飞机和这个事情没关系 开飞机用上去之后用不到腿的 只有你下来的时候 降落的时候 在转弯的时候才能用到 天上的时候是不用腿 天上的时候是用手和表盘 那是你就是推荐你的好朋友 刘文来参加那个 就是你来介绍刘文来参加那个女神青庄吗 谁 刘文 哦 不是刘文 是刘文 对 对 我跟刘文也是很好的朋友 你来推荐他来参加这个女神青庄吗 接替你来继续参加这个比赛 是 我有提过 因为他们那时候讲亲子的那个环节 因为我身边认识的有孩子的这几个女演员 就是她们几个人 然后当时就想到她她很合适 那今天看你发了很多这个健身的这个照片 然后就是刚才霍天华也看了小说你晒黑了吗 就想问一下你平时在公...就是私家里也很喜欢健身吗 对 我晒黑了是因为我去冲浪了 所以就晒特别黑 健身 健身 对 我很喜欢健身 冲浪 去哪儿冲浪了 前一段时间正好在国外 然后我们在国外拍拍摄装置凌云 然后就在那边 他们就在那边有一些水上的运动 然后那天大家第二天就约着去玩那个flyboard和那个冲浪的东西 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去玩的 然后玩过来就成这样了 好